喂,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谈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谈这个Mail Bank Card 这个是Debit Card Debit Card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银行有几多千 这个卡里面就是有几多千 它不像Credit Card 你可以是用Overdraw 用你的未来钱 迟一点再来还 所以有时候你花费的时候 有时候你花费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过期了怎么样好 以前的方式就是要驾车去parking 等两三个钟 签下东西 表格啊,艺人啊 要等两三个钟 能够才可以拿到这个replace的新的一个卡啦 可是现在嘛 是我们已经可以online来replace 或者online来更新这一个卡了 所以我的这个卡已经是过期了啦 我就去online replace 填下东西 今天是18号 我在10号的时候 我是register 要replace 做replacement 我的Debit Card了 所以今天是18号 我收到了 定的Postlarge 这个Postlarge 是fromMail Bank的 KL总行寄来的 所以这个时刻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里面是什么 OK 它这里有教我们step by step啦 reactive your card change pin to make payment on point of sale 一模一样 它的图案完全一样 没有什么变 还是一个capit card OK 这个就是那个卡的区别 开那个信封的那个情景 然后我的老婆嘛 她的卡也是要过期了 所以她想要renew replace 所以刚好可以录下来 它的那个过程是怎么样 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大概是什么 其实是很简单 Let's go show给你看 OK OK 最初我们大家要知道这个网站啦 log in into your account 要log in你的付口 要log in你的付口 我们到这个front page 我们来这个setting 去这个setting 去这个setting 下这个setting 我们去cut 去cut 去cut 然后我们去replace 按那个三个 replace card 然后你打你的这个 就你打去 你要寄去的家啦 然后你 click i have a agree 过后就request 然后就要看你的 用你的电话 开你的mail bank app 这样就OK啦 所以 它这边青色就写 你是18号submit 然后你的card 会replace 所以这些 这个新的card 会陷去你的address 轻轻 就这样子可以啦 我们就等了 等一个星期 到 一个星期半 ok so 就是这样简单 replace了你的 expire的debit card 所以mail bank就是 哇很惊讶很快 一个星期就可以 到到你的手 所以你不需要花时间 去mail bank那边 等啊 等两三个钟 要填表这样子 等来issue你一个 新的一个card 再加等就可以 OK 所以这个分享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这个分享的话 请按like share 还有subscribe 拜拜 拜拜